俄罗斯美食来自高纬度的风味 俄罗斯扶元辽阔 地块欧亚大陆 其大部分居民住在西部的欧洲部分 其饮食文化更多的受到了欧洲大陆的影响 由于其地理、气候等原因 总体来说 俄罗斯的美食是多肉、多油 俄式菜形成酱碗 很多菜式来自法国、波兰和意大利 他们根据自己的饮食偏好 加以改变 形成了本国的菜式 特点如下 油厚 由于俄罗斯系后寒冷 人们需要补充较多的热量 俄式菜一般用油较多 多数汤菜上都有浮油 烹调方式多是炸、烤、煎、炒等 口味浓厚 俄式菜口味浓厚 而且酸、甜、咸、辣俱全 喜欢吃大蒜、葱头 讲究小吃 俄式小吃是指各种冷菜 其特点是生鲜、味酸咸 如鱼仔酱、酸黄瓜、冷酸鱼等 俄罗斯正餐一般的上菜流程为 冷盘浓汤煮菜及面包点心及饮料 下面列举一些比较有特色的美食 然后你会发现和我们国家北方人的口感是比较相符的 很神奇 鱼仔酱 鱼仔酱是俄罗斯的顶级美食 是俄罗斯人新年餐桌必不可少的美味 俄罗斯的鱼仔酱分为红鱼仔酱与黑鱼仔酱 红鱼仔酱来自鲑鱼 黑鱼仔酱来自鲜鱼 以大白鱼鱼的黑鱼仔酱最为珍贵 越是好的鱼仔酱 颗粒越饱满 色泽越透明 甚至微微泛住金黄的光泽 鱼仔酱有著黑黄金支撑 在莫斯科市场 白鱼仔酱约每公斤830美元 为了避免高温烹调影响品质 鱼仔酱一般生吃 至于在饮料方面 福特加或是香槟都是能更好品味鱼仔酱的上层之品 俄式肉丼 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东北的大肉丼 俄罗斯果真是和咱们国家的大东北有助惊人的一致性 这道冷盘是俄式西餐里特有的 多数是鱼生类的食物 唯独这道俄式肉丼制作功夫最多 用猪肉 鸡肉 鸭肉等连骨头一起炖汤 然后冷冻成膏 肉丼晶莹剔透 入口即化 油而不腻 味香不上火 容易上瘾 容易让人吃上瘾 熏肠 俄罗斯的熏制食物历史悠久 烟熏后的食物具有独特的口感和诱人的色泽 让人爱不释手 俄罗斯熏肠的长衣脆爽 肉馅香滑顺口 常做冷盘或沾煎末酱 配切片面包食用 熏肠切面的摆点不是米粒 而是顺滑口感的油花 萨洛 这是乌克兰的国粹 在乌克兰 俄罗斯及东欧的一些国家非常有名 这道食物就是使用胡椒和盐腌制的猪肥镖 由名字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款高能食物 古代哥萨克士兵行军必备 萨洛在俄罗斯南方哥萨克居民心中 具有重要地位的 进入哥萨克房子 主任会邀请客人吃一口黑面包加萨洛 喝一小杯 已是接待贵客之道 红烩牛肉 红烩牛肉是俄罗斯餐桌上常见的主菜 味道浓郁 鲜美可口 吃很好的下酒 下拌菜 一般以牛腩 土豆 番茄 胡萝卜 洋葱为主料 以番茄酱 葱 蒜等 为调料 烹制而成 炖肉是俄罗斯人喜爱的一道美食 这道菜足以展示俄罗斯人的豪爽气质 将牛羊猪肉类搭配不同的配料 一起煮成入口即化的香浓炖肉 吃低时候搭配蔬菜沙拉 马铃薯 马铃薯或者俄罗斯抓饭 让人十分满足 莫斯科红菜汤 这就是传说中的罗宋汤 罗宋汤发源于乌克兰 在东欧和中欧很受欢迎 是著名的俄罗斯美食 罗宋汤的名字 其实是来自俄罗斯Russian的音译 而是罗宋汤辣中带酸 酸甚于甜 后来受我国居民影响 逐渐形成了酸中带甜 甜中飘香 肥而不腻 鲜滑爽口的海太特色罗宋汤 罗宋汤以甜菜为主料 加入番茄 土豆 圆白菜 红萝卜 牛肉 奶油 番茄 洋葱 红肠等一起熬煮 这道汤色彩艳丽 浓香扑鼻 酸甜开胃 回味无穷 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地都喜欢的一道美食 黑面包和大略吧 黑面包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全麦面包 是俄罗斯人民餐桌上的主食 非常出名 黑面包营养丰富 混合了小麦在抹粉过程中被碾下来的皮层 胚芽 胡粉层 及少量胚乳 异于肠胃消化 有些酸 有些咸 可以蘸住酸奶油 果酱来吃 大猎八里面的内含丰富 核桃和葡萄干超多 口感很有嚼劲 大猎八可以称得上面包之官 味道也别聚芳香 具有传统的欧洲风味 出炉后的大猎八 外皮焦脆 味然松软 香味独特 又宜存放 是老少皆宜的方便食品 俄罗斯饺子 俄罗斯的饺子 据说源自中国 和我们的饺子类似 每只约2至5厘米 像一个个小元宝 非常精致了 饺子里面的馅料 一般会选择牛肉 胡萝卜 鸡蛋 洋葱 不过俄罗斯饺子 有一些特殊的馅料 比如土豆馅 奶渣馅 樱桃馅 它们像我们的饺子一样 也需要蘸料加点味 不过俄罗斯人偏爱酸奶油 他们会用饺子 沾上酸奶油吃 本文选自Adlinda 像的健康生活 如有侵权 请联络删除